你是从何时起开始决定要过现在这般生活的 那以后呢 现在的你又是否想象过 五十岁后会是怎样一副模样 五十岁的美奈子是小成的送奶公 每天天光未亮时 她便要踩着自行车去往牛奶店 而后在晨曦微露时 将牛奶送去每一户人家 她至今未婚 没有感情上的绯闻 也不说她人显化 独居的她过着别人眼中 千篇一律 无聊透顶的生活 然而这一切并非是妥协的结果 她从十五岁时便决定了 要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 这座小城几乎承载了美奈子所有的记忆 而有两件事 她始终不愿向人提及 一件有关初恋 一件有关母亲 美奈子的初恋情人 是自己的高中同学高黎怀多 对方也一直生活在小城中 每天早上 美奈子都会在山脚下深吸一口气 而后叮叮当当地上山 为怀多家送去牛奶 怀多已结婚二十六年 她的妻子蓉子身患重症 常年卧床 而怀多始终不离不弃 悉心照料左右 但很多时候 容子却觉得自己并不了解丈夫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好像除了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外 别无所求 但怎么会有人没有欲望呢 不久前 容子偶然从护工口中得知了一个秘密 那个每天来送牛奶的女人 就是怀多的初恋 她好像第一次看到了丈夫真正的样子 也读懂了这么多年 丈夫身上隐隐约约地掩藏与回避 而事实上 自青春爱恋之后 美奈子再为和怀多有过任何交集 即使他们至今 还保留着相同的爱好 读书 写诗 除了送牛奶的工作外 美奈子还会去镇上的超市打工 而怀多也大多在此时赶去上班 不知是彼此心照不宣地克制 还是情愫已隔了太过久远的时光 他们无数次擦身而过 却无片刻地回眸注视 怀多在福利院工作 这天一个脾气古怪的老人到访这里 他并无具体事物咨询 却因福利院的新名字而大发脾气 怀多追了上去 最后有什么问题要请教老人 50から85までって 長いですか なんだ 今50なんで 下班后的美奈子 最常去的地方便是小镇的书店 17岁时 他曾看到笑夜如画的母亲 和一个姓高丽的艺术家 从此路过 而此时的他 正和艺术家的儿子高丽怀多 进行着情色的恋爱 那天 美奈子的母亲和怀多的父亲 在日落时分上了山 却因一场意外 双双与命山间 暧昧的时间 暧昧的地点 他们的关系 被小镇人肆意猜测想象着 高丽的妻子哭着去了医院 厌了命的要将两人分开 把现场搞得一片纷乱 也许是出于少年人 无以名状的道德感和羞愧心 这件事后 美奈子和怀多也彻底断了联系 在年幼时 美奈子的父亲在工厂事故中丧生 17岁 他又失去了母亲 而青春时最真挚的爱恋 也因母亲的去世戛然而止 自此以后 他便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当和镇上要好的作家阿姨 一同回忆往事时 美奈子只说自己忘了 但他却清楚地记得 那年他17岁 因从医院逃走 而被亲戚责骂 这些年 为什么没结婚呢 阿姨小心翼翼地问美奈子 即使像我这样的人 也是有过一两次恋爱经历的 但是总感觉 对他人的感情并不足够 也有些醉了的美奈子回说 对他人的感情并不足够 小珍最近流传着 盖喱小子的传闻 所谓盖喱小子 就是一些流浪于街头的孩子 他们总会在傍晚出现 拿着勺子走街串巷 到做了美味咖喱饭的人家 讨口吃的 在福利院工作的怀多 一直关注着这些孩子 但有个住在城郊的孩子 却始终躲避着他 这天 城郊小子因偷拿超市的 可乐饼备装 经理态度强硬地 要叫警察来处理 美奈子建议说 福利院儿童科 有个叫高丽怀多的人 可以让他处理这件事 最终怀多领走了孩子 美奈子隔着玻璃点头置衣 无波无来 寻常无比 孩子住在城郊的破旧公寓中 房间里堆满了垃圾 兄弟俩 似乎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直到傍晚 他们的母亲 才惊声恍惚地回了家 面对怀多的询问 他冷漠地说 别管闲事 这与你无关 然后重重关上了房门 美奈子下班时 路过整理间 超市猥琐的经理 望着即将归家的他 问了一个 很是下流的问题 事实上 美奈子早已找到了 一个人度过岁月的方法 那就是读书 他的卧室 有两面书架 和一张床组成 今天 他读的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的 卡拉玛佐夫兄弟 50岁 当很多人 已无太多丰沛的情感时 他依然会为书中人的命运 而潜然泪下 深夜 美奈子给小镇的电台 写去了信件 新的开头原本是 有一位对我来说 很重要的人 有时候 我也希望他能明白 但短暂思索后 他还是改成了 我的感情 绝对不能让他知道 慢慢时光中 隐忍 肆意成了 内化在他身体里的习惯 自从知道了 美奈子的身份后 荣子就特别关注着 这个每天来送来的女人 一个清晨 屋外再次叮当作响 他轻声唤醒 睡在床边的丈夫问道 如果我不在了 你要怎么办 怀多回避着妻子的话 但 终究怎么办才好呢 50岁到85岁 可是很长的呀 一个安静的夜晚 荣子收听到了 美奈子写给电台的信 如果神明可以给我们两人 一个相互交流的时间 我会想要一整天 信中写道 保罗威廉姆斯 下雨天和星期一 这是美奈子 向电台点的歌 在怀旧的歌声中 怀多如常做着家务 如常握住了妻子的手 另一边 美奈子已在 书籍的慰藉中熟睡 而在这平静如常的夜晚 荣子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 有关丈夫的姨后和医生 他攀山着出了门 将约美奈子见面的这条 放进了牛奶瓶中 白天时 怀多终于说服同事 去救助教区公寓里的 那两个孩子 当一行人赶去现场时 孩子的母亲 正和男友睡着觉 面对即将要被带走的孩子 仍是一副 事不关己的模样 怀多在男意志 心中的愤怒 将他从被窝里拽了出来 而孩子却抱住了怀多的腿 不停为母亲求着情 肚子在车上时 50岁的怀多 哭得泣不成声 眼前的孩子 也许让他想到了 自己的童年 而看到纸条的美奈子 像一个突然遭遇爱情的小女孩 连工作时也变得心神不宁 最终 他决定去问个清楚 上山的路 美奈子走过无数次 我有这次 显出几分慌张与忐忑 病床上虚弱的容子 也终于将心中酝酿已久的话 说予了他 我病得太重 已经活不久了 到时怀多就成了一个人 他心里有你 你应该也是喜欢他的 我死之后 希望你不要有顾虑 虽然不用马上 但我希望你们两个 能一起生活下去 美奈子显然一时无法接受 你好狡猾呀 他低头说道 为什么 对不起 我下次再来 美奈子转身离去 晚上 荣子将和美奈子 见面的事告诉了怀多 你心里一直是有他的吧 荣子问 而怀多却说 自己在年轻时 就决定要平平凡凡的过一辈子 所以努力有了今天 美奈子只会是妨碍他生活的人 你一直都在压抑自己的情感 这些年 你把周围人的情感 也一并压抑了 去面对他 和他在一起吧 我现在能做的 也只有这些了 人生要是能重来就好了 荣子的话 让怀多陷入沉默 清晨的马路上 美奈子和怀多的目光 终于又一次交汇 17岁到50岁 这一望 隔了太过漫长的时光 这天下班后 怀多卖掉了父亲最后的画作 也算是和那个浪荡父亲 留给自己的童年和青春记忆 说了再见 一日 作家阿姨的老伴走丢 美奈子匆匆出门帮忙寻找 他们在河岸的阶梯上 发现了老人 阿姨对美奈子说 要告诉怀多一声 他也在帮忙找着 他眼望去 怀多正站在平行的桥头 高丽先生 美奈子低声喊道 嘴方好像并没有听到 接着他大声喊出了 17岁时才敢用的称呼 开大 回家好 阿姨告诉美奈子 她的老伴曾有过妻子 还有一个孩子 自己是横刀夺爱 所以一早就决定 要好好照顾她一生 我就不一样了 20岁左右时 就决定了要一个人过 你的快乐是什么呢 阿姨问 送牛奶吧 可以的话 我想给镇上所有人 都送去牛奶 这大概就是我的梦想 我是个很无趣的女人吧 美奈子喃喃回道 不久后 怀多妻子去世 葬礼后 护工交给美奈子一封信 心中荣子 用生命的最后一丝 一起写道 我的人生 已经没有值得期待的了 而你们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虽然你们装作不认识 但终归是互相吸引着 怀多是个好丈夫 为我书写了美好的人生 但我始终在想 或许她的人生归宿 在别处 你们若能放下心结与束缚 尝试一起过新的生活 我也会获得救赎 独闻新的美奈子 一直在思虑着 她独自涂上口红 又独自擦去 一如十七岁时的 慌乱模样 最终 她决定去见怀多 两人踩着自行车 穿过他们父母 曾一起走过的桥头 去到一个普通的 山间岔路口 这里就是美奈子的母亲 和怀多父亲 生故之地 因为父母 我们的人生 都被改变了 但我很羡慕 他们的随性 我和荣子的见解一致 父母当年怎么样 和我们没有关系 走在前面的美奈子说道 是啊 善后的怀多回应着 那当年 你为什么总是躲着我 冷落我呢 怀多的回答 她与父母无关 反倒充满了 青春爱恋的幼稚 那次上游泳客时 我差点溺水 你却在一旁笑了 我以为自己 会在你的嘲笑中死去 这或许是年少的怀多 为说服自己 而找的借口 此时 闷雷声响起 大雨即将来袭 真想让荣子 也来到这个堤坝上 看看我们两个的样子 美奈子仿佛 鼓足了一声的勇气 才说出了心中所想 美奈子转身离去 埃多吉不追过去 抱住了她 50岁 他们延续了 未婉的青春爱恋 大雨中 两人一起去了 美奈子的家 只是慌张的动作 依旧如十七岁那般 声色而笨拙 第二日一早 怀多睡眼轻松地醒来 美奈子已出门去送牛奶 看着卧室中 整面墙的书籍 她终于知道了 美奈子是如何一个人 都过了这些年 她去了河边 习惯般想着要写的诗句 却远远看到 那个救助过的郊区小子 独自走入了水流 她飞奔过去 跳入河中 拼命向孩子游去 当送完牛奶的美奈子 跑到河边时 孩子已获救 而怀多却没了生机 最后的时刻 怀多的脸上带着笑 这笑意味着什么呢 是救下孩子的欣慰 是爱情的圆满 还是不必再面对 五十岁到八十五岁间 漫长生活的轻松呢 但与美奈子 就如向神明祈求的那般 她只拥有了一天的爱恋 再次去送牛奶时 作家阿姨问她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美奈子的回答 简单而平静 怀多走后 她还是会早起 去做送牛奶的工作 每次上山前 她还是会深吸一口气 然后为怀多家 换上新鲜的牛奶 当然 还有读书 那个深夜 独看拉马佐夫兄弟 会流泪的五十岁的女人 依旧活着 如同少女一般 看完电影 回到开头的问题 你有没有遇见过 现在的生活 五十岁后 你又会过着 怎样的人生呢 美男子 从十五岁就决定了 自己的一生 于是 她成了一个 白天头身世俗 送奶 打工 而晚上 独自读卡拉马佐夫兄弟 会哭的女人 一个只要自己觉得 爱意不够 无论外界如何看待 都不将就 始终坚守内心 最纯粹感情的女人 一个从十五岁到五十岁 从未抛却过 自己理想生活的女人 面对凡夫的世界 她只取一瓢银 面对空荡的人生 她选择 用书籍填满孤寂 而当五十岁 青春不在时 她依然如少女般 可以爱 也可以 失去爱 她就这样 坚守着自己的人生 不偏不倚 果决坚毅 而身处当代社会中的我们 每每回看生活时 总会发现 很多金鱼 都是被裹挟着向前 很多梦想 都由他人的目光 所设置 很多标准 也因外部规则 不停做着改变 而内心真正想要的人生 却早已被抛在一边 现在的生活 是我想要的吗 大概不是 它更像是 所有外物的总和 而自己 始终挣扎其间 不知进退 那五十岁后呢 也许该早做准备 因为人生的终局 不仅漫长 才实时充满着孤寂 如果还能 如美奈子般 去爱 去接受已失去的爱 去阅读 去劳动 去建立过好 自己余下的人生 那一定是一件 值得庆幸的事吧 我是腾牛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会持续分享 关于日盈的一切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